不为武功 身份来历都颇为可疑 小白她到底喜欢什么呀 小逼姑娘 关心的不是她的忠义之事 而是忠情之人 春花姑娘死而复生 或许是她吃了长生骨 可她现在完全失忆 依我看来 她倒不像是心思缜密着 姑娘是我奉鸣山庄的贵客 肖某一定会尽全力地保护你 只要有小白在 春花就不会害怕 夫如宁之一点红 好诗 好诗啊 司堂之事 我就不应该告诉你 你试探了这么久 春花姑娘对芷渊毫无反应 所以你才让她住进了 花家小姐的房间 可惜那次 大伙休息 不知道她 能不能想起这件事 真是用心良苦啊 只不过 秦兄可有好的办法 先说怎么谢我吧 大恩自当不言谢 只是几坛老酒而已 少庄主不要这么小气嘛 快说 一来 你认为春花姑娘 就是花家小姐 二来 花家小姐从未出过秀阁 没有人见过她 你和她也只是儿时的一面之缘 三来 春花姑娘已然失忆 你的调查也毫无头绪 所以 我帮不了你 冷静 我的意思是 能帮你的是花家 不是我 花家 我们去花家 借一张画像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芷芸 那 芷芸 不知你对新房可还满意 满意 何满意 快快快走 她要是进来就会 放心 她不会擅自进一个女人的房间 又是万一呢 小白找我什么事啊 不妨进来说 在下不便进姑娘的房间 还是在外面说吧 小白是有什么着急的事 要找我 刚才忘记告诉姑娘 再过半月 就是一年一度的诗会 不知姑娘有没有兴趣参加 那我 你也去吗 今年是我奉鸣山庄主办 在下自是要去 那小白一定要带上我 荣幸至极 那姑娘你先休息一会儿 在下告辞 小白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姑娘请讲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给我换了房间 还要带我去施会 姑娘不必忐忑 你只需要相信 在下对你没有恶意 我还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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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怕什么 我倒是觉得挺好玩的 你只要相信 在下对姑娘并无恶意 小春花是怎么做到 让萧白对你如此信任的 不过是爽了些死聪明罢了 这还不都是为了帮哥哥拿心法吗 对了 哥哥 你是怎么模仿别人声音的 你也可以啊 我 我 哥 我不行 尾声之术以前你会的 可惜妹妹失忆了 要不哥哥再教我一次吧 你过来 转过去 现在再试试 这样就 好 春花姑娘 笑什么 好玩吗 好玩呀 哥哥教的当然好玩了 玩够了吧 三日之内我如果再拿不到心法 我就杀了你 哥哥才舍不得杀我呢 我 我记住了 三日之后 拿到心法 我保证 这喜怒无常的哥哥 太危险了